今年大陆出乎意料的豪雨先后来袭 长江流域成了重灾区 不过历史上水患平平的黄河却平安无事 主要是黄河中游上的几座水坝起了排沙 调节水量的关键作用 让河水变得格外清澈 当地政府还把沿岸的居民迁走 回复原有的湿地 保育生态 外迁的居民搬进新社区 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让黄河流域从产业到环境都展现新风貌 泄洪扬起的水浪 轰隆隆激起巨大声明 河南纪元小浪泥水坝 正在替黄河泄洪排沙 今年大陆长江水患肆虐 黄河却相当平静 尽管官方不曾名言 但小浪泥水坝发挥功效至关重要 黄河之所以黄河主要就是 它夹带的大量泥沙 所以它的水一般都是成黄色 但你可以看到现在黄河这一段的水 水清如尽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在黄河的中游 小浪底的排沙起了关键的作用 黄河起源于青海 从河南纪元开始 由群山峻岭之中 进入广阔的平原区 由于黄河泥沙含量特别多 数百年来水患不断 为此大陆官方2001年 修建小浪底水坝 特别在坝体内设置了108条洞群 利用高压排水原理排除黄河淤沙 就是利用这个人造洪峰冲刷这个下游河道 斜沙入海 就是把沙给冲掉 对 下游河道淤积抬升 是这个下游河道不抬升 所以小浪底最大功能就是排沙吗 是的 小浪底水坝让下游的河道成功排沙 上游则因为蓄水成了新的湖泊 群山环抱加上水流平缓 由黄河三峡成了当地新旅游的项目 以前有大雨 你觉得这个小浪底玩的时候 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经济上带来这个是非常高的收入 在小浪底水坝排沙发挥功效后 协助民众脱贫 成了当地政府的重要工作 为了维护黄河生态 当地政府推动退根还施政策 把驱逐在黄河湿地上的农民 迁徙到内陆 广大湿地成了黄河与民众之间的缓重区 本来是原来这一块 都有了一顶的湿地的鬼屋 最后发现湿地是维护在城台安全的 重要的一块 把一部分耿地都要就是退根换石 然后把报复好 更好地报复好地换情 目前河南有20万的黄河滩区 农民搬进了新社区 秋收时期 农民利用社区的广场来晒玉米 现代楼房 满地黄沉沉的玉米粒 成了当地特殊的景观 搬到农里的感觉怎么样了 搬到农里的感觉怎么样了 搬到农里的感觉 跟您老房子比好啊 对 在解决黄河滩区农民住的问题 当地政府也开始推动农民电商直播 协助他们创造收入 欢迎大家来到黄河边上的 我们的下一堆大铃村 然后这是我们河头社生产了一款 艾草独鱼包 在立宏原是黄河滩区的农民 现在他改行生产艾草药包 原来当地生产艾草 满山片野都被当野草来处理 在竹鱼行业兴起后 艾草成了大铃村脱贫重要的裁员 光线是老百姓不信啊 这次草挣着电池的钱 通过这个扑评 我们又不是派了一个第一书记 估计接着市面比较广 他说艾草可以挣钱 然后现在艾草用的都是 这个原材料就是艾 MT开始发人 此外在一些黄河的搬间区 当地政府还设置了一种特殊的超市 这种超市大到电视机 小到一块肥皂 甚至还有民众捐赠的二手衣 应有尽有 但你不能用钱买 只能用积分券来兑换 而且这种超市 是服务当地的贫困居民 那你他要几份 你给他几份啊 您这份是怎么挣的啊 是各家卫生高了好了给 几份 给多少分啊 一星期给四分 钱可以去用在别的地方了 对 资金可以换生活用 对对对 那你也不会多拿两件啊 要一点都可以啊 要那些看啊 黄河在脱贫的路上 持续奋斗 除了治理黄河 另外就是吸引大厂进驻 河南成功引进 苹果手机代工厂福士康 以拥有20万员工的 郑州为核心 在以南洋纪元贺币碎县 兰考作为外围呼应 其中兰考负责生产 手机玻璃面板 更是重中之重 关键至极 兰考原始河南的贫困县 在富士康进驻后成功脱贫 即便在疫情发生后 这里也是最先复工 我们在二月初 已经拿到政府的批文 那目前来讲 有趋工状况吗 目前没有 所以现在基本上来讲 月平均工资的话 在3500到4000左右 当地人吗 是 兰考本地人 没有这个厂的话 你们可能就会离开兰考 对啊 就是为了家乡的发展 更好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 就来到自己的家乡去工作 当地河南农民 舔手知足 羞蹄竹坝 围堵黄河 但水患依旧 现在他们退根环施 保护生态 成功化解黄河的灾害 在科学与环保并境之下 天上来的黄河之水 在河南依旧奔腾 感谢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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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